全国体协理事长李立喜首先授旗给中华自由车代表队 然后在授车的时候由队长李明发接受 接着李理事长训免他们代表国家出去要努力争取胜利表现风度 参加这次比赛的国家有中华民国韩国日本菲律宾等11个国家 中华自由车队疫情16人包括两名会议代表两名教练一名领队和一名秘书 9位队员除了许明发是老将之外其他都是新人 尤其是16岁的杨英琪渴望有很好的表现